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蓝谈呢,包括正在进行CBA的比赛以及WCBA的总决赛 那么在这期间,各大球队发生了三个重磅的消息 接下来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消息说一下WCBA总决赛 李梦和韩旭等那些国手发生冲突的情况了 再最近我们看到内蒙古女兰和四川女兰上演的巅峰对决 在刚刚落下的文物立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四川女兰首先是抢占先机,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呢,最后的巅峰对决将会在12号来进行 也将决定谁才是最终的冠军 而在当天的比赛当中,我们了解到呢 在第三节还剩下四分钟左右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冲突 当时呢,双方球员拼抢的过程当中 倒在了地上呢,一直在撕扯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四川女兰这边呢 李梦和韩旭他们呢,也纷纷冲上来参与其中 尤其是韩旭这边呢,出手动到了别人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像王思宇这些国手 则是用手指戳到了对方的脸部 除此之外呢,李梦作为队长也是怒气冲冲的冲上来呢 指手画脚看出来情绪已经有一些失去控制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在比赛结束之后 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其实比赛场上激烈冲突是非常正常 因为对抗非常强,非常大 但另外一方面,希望大家都能够比较冷静 不要进一步激化的矛盾 第二个消息分享一下高世炎被骂的情况了 最近我们看到了辽宁队在主场呢 再度获得的胜利,大比分打败了山东队 而我们也看到高世炎作为山东的球员 在赛后居然公开表白辽宁队说和辽宁队一直同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因为输掉比赛感觉受到侮辱的山东球员呢 也是十分的生气 怒批高世炎是双面人 并且指着他不应该向辽宁队贴冷屁股 因为呢,他已经是家出去的人了 泼出去的水,没有必要制作多情 情商太堪忧了 当然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一次高世炎也是比较难做人了 回到自己曾经的主场呢 和自己的母队去试下好本身也没什么 关键他其实去代表山东队的每一场比赛都打得非常努力 没有必要这样子去指着他吧 最后一个消息说一下 周琦回归CBA赢突破的情况 最近呢,大家一直在讨论周琦到底什么时候回归 而就在眼前我们了解到 随着WCBA的总决赛开始之后 周琦呢,也终于回到国内 而且来到了四川观看比赛 而且就在最近呢,还有一些媒体爆料 周琦正在四川这边看房产 也到了当地的一些公司呢 看他喜欢的一些房子等等 如果接下来他真的有可能在当地购置房产 也不排除他为自己回归联赛做好准备 我们后续也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